前几天休息,自己在家里无聊,把北京遇上西雅图重新看了一遍,在一次被剧中的汤薇吸引,也是因为好奇,通过赌娘狠狠地了解了一下汤薇,发现她竟然那么美。 在北京遇上西雅图中,汤薇饰演豪气冲天的文佳佳,是一个有钱人的小三,有着花不完的钱,出手阔绰,浑身都是土豪标配。 但是灯红酒绿的生活也丝毫掩盖不了文佳佳的忧伤,她想要的只是一个正常人的生活,一个爱她的老公和一个可爱的孩子,仅此而已。 这最简单的要求,却是那个男人不能给她的,她怀孕时孩子的爸爸还没有离婚,她只能背负着小三的名分,飘然过海辗转万里生下这个孩子。 一个女孩为了真爱做了小三,经历无数困难也要生下孩子,与汤薇自己的经历是那么相似。 汤薇出生于文艺世家,从小就立志要做一个和父亲一样的画家,1998年的时候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表演,并着手准备报考中戏。 但是因为汤薇从小文化课成绩就不是很好,报考中戏的路变得九曲十八弯,两次都以文化课步通过而落榜,听取朋友的建议后,汤薇选择曲线救国,报考了中戏到导演戏,终于在2000年如愿异常地考入了中戏。 在中戏学习的期间汤薇参加了各种公益活动,为了自己能更快地熟悉舞台表演,还专门去做义工。 通过不懈的努力在学习期间获得了几次出演话剧的机会,在舞台上的表现也获得了导演老师的好评,并被推荐参加后海前街,兄弟如手足等影视剧的拍摄。 毕业后又出演了《如梦之梦》,饰演锦花甜言,也凭借这部影片中优异的表现,获得了优秀女演员的贷合奖,同时结识了第一个贵人,李安。 李安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汤薇的事业轨迹,当时的汤薇作为一个三四线演员,能遇到连这样的导演是很难得的。 在李安邀请汤薇出演色界中的女主角时,汤薇真的很开心,觉得这一次老天终于眷顾到了她的头上。 为了演好这个角色,汤薇开始了长达三个月的集训。 色界讲述的是大上海抗战时期,日本人侵略中国时的事情。 在开机前,李安导演特意安排汤薇到上海熟悉环境,并学习各种技能,到麻将,唱苏评,背资料,穿旗袍等等,每天学习时间长达十个小时。 汤薇通不断地刻苦努力学习,把片中的抬柱子王贵之刻画得唯妙唯笑,凭借色界战获金马奖最佳新人奖。 获奖后的汤薇本应该一路高歌,但老天这次好像并没有眷顾她,而是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,因为色界中一些片段的尺度过大,引发了社会舆论。 刚刚登上神坛的汤薇,再一次销声秘迹,还在喜悦中的汤薇,被这突如其来变化打得体无完肤,没有约片,没有工作,没有收入,社会舆论,粉丝质疑,一块又一块的时候压得她喘不过气,对人生的充满了质疑,为什么这条路就这么艰难? 舆论爆发后的几过月,汤薇每天都被流言蜚语包裹着,最后汤薇选择出国深造,并不是为了逃避什么,只是因为实在厌倦了媒体不停地追问她未来的计划如何如何。 对于没有收入的汤薇来说,国外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,不知道如何赚钱,必须要把所有钱花到刀刃上。 为了让自己有足够的钱生活,到学习班,汤薇开始过上了勤工俭学的生活,在街头做模特,占了两三个小时,才换来第一笔收入,足足有26英镑,但是那时候汤薇的开销加上原班的学习费用一个月就要900英镑。 当时汤薇的英卫水平并不像现在这样好,在课堂上还因为英文水平太差出国丑,从那以后汤薇就开始和说话较上进了,无论走到哪里,永远都是在听录音杯单词,几乎把所有的业余时间全部都利用了起来。 这样的生活大概持续了不到两年的时间,2008年香港优才计划的开展,汤薇获得了香港政府的优才邀请,获得了香港身份证。 回国后的汤薇,满血复活一扫阴霾,重新规划自己的生活工作,重新归回影视圈,从此一发不可收拾。 回国后受邀和张学友一同拍摄影片《月满宣仪师》,该片使汤薇再次提名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奖,并在同年还获得金像奖,华语电影传媒大奖的最佳女主角。 此后的几年成为了汤薇事业的黄金上升期,几乎每一年都会有至少一部经典新作。 2013年的《北京遇上西雅图》让汤薇,在粉丝心中的地位又上了一个台阶,并获得了5.7亿的票房成绩。 2016年《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经书》上映,还以近8亿的票房一举刷新了国内爱情片的票房记录。 汤薇再一次证明了自己的能力,再也不是那个始终不被上天眷顾的小女孩了。 在电影上映的童年。